yo 大家好 我是大双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这次呢又像朋友一样坐下来 像聊天一样聊一部电影 那今天这一部电影厉害了 就是前段时间刚上映的 美国要内战 也叫美帝崩裂 那这部电影呢自如其名 就是在不久将来美国会爆发内战 你知道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异形罗姆路斯 我又更期待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影片里面有个女主叫卡丽史派尼 她就是异形罗姆路斯的大女主 所以在这部电影 卡丽史派尼的演技各方面 还有颜值各方面 我觉得都还可以 所以我对异形罗姆路斯就更期待了一些 好那回到这部电影 在这里我要先聊一下内战的背景吧 那如果大家是资深影迷的话 应该知道内战的这部电影的出品方式A24 影迷之间流传一句话 就是A24出品必输精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A24它不同于别的那些大片场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电影制片场 而且A24有一个风格就是说 它的电影基本上玩的都是高概念的剧情 或者高概念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设定 拍一些独立的小成本电影起家的 但现在呢A24也是越来越厉害了 那比如说前两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谁去前一周就是A24出品的 再往前推就是月光男孩 它也是获得了最佳影片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A24还有布兰登费舍的金 等等这一些电影 那今天要聊的美国内战的导演厉害 他是亚历克斯加兰 如果大家喜欢科幻片的话 应该知道他的一部电影叫《机械记》 也是一部小成本的电影 同时呢也是A24出品的 然后呢就是《烟灭》 纳特里波特曼是演的 那《内战》这部电影呢 投资是5000万美元 是A24制片厂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一部电影 你懂的 在业界里面5000万美元其实不算什么 现在随随便便一部大片都要上2亿美元 但是对于A24来说5000万美元 就是他们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一部 瞬息前一周是2500万美元 只是《内战》的一半的预算 《内战》这部那可能会对一些 只想要看大场面大战争的观众会失望了 为什么呢因为5000万美元 说真的拍不了什么东西 那怎么失望呢 接下来我就要对这部电影展开 更深入的解读了 所以担心剧斗的话 大家可以先真正观看 影片讲述了在不久的将来 美国爆发内战 连任三届的美国总统被日益孤立 美国被分裂成好几股军事力量 互相在抢夺控制权 主角团战地摄影记者一行人 从纽约前往华盛顿计划采访美国总统 他们作为新闻界的中立人士 没有选边战也没有政治态度 途中他们经历了内战 给美国和人民带来的各种遭遇心疲力竭 克斯丁饰演的战地摄影师 见惯了生死 表面冷静 但早已患上PTSD 卡丽·史派尼饰演的新生摄影师 从开始害怕到不要命要出头 最后WF攻入华盛顿 他们作为战地摄影师 一路跟着军队打入白宫 打进椭圆办公室 克斯丁在交战混乱中 为了救下史派尼倒下 最终WF的军人成功射杀了总统 史派尼拍下了这荒诞的历史性一刻 好剧情杠杆介绍完 那按照老传统 我们先聊一聊这个影片的优点吧 那优点就是A24位很浓 就是很属于一个独立电影 然后独立思考 那有些场景呢 还是刻画的还算比较真实 比如说在美国 人人都有枪支 神圣不可侵犯的情况下 那如果是发动内战的话 每个人都会形成一个社区性的自我堡垒 人人自危 然后丛林法则 比如说在加油站 比如说在牧场 每个人都可以拿着枪支 捍卫自己的一个权利 有一些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些刻画 那抓的点呢 我觉得还是挺有热度的 比如说当时有两个记者是香港的嘛 然后一个美国民族主义的士兵就问他 啊你是香港来的 你是中国的 啪开枪 大话不说就把那个香港的记者给干掉了 所以我觉得刻画的一些地方 算是能对应当下的热度讨论的东西 另外一个真实的点就是说 因为他主角是作为战地记者的视角嘛 所以那些战地记者也等于是 刻画了美国对于第四职权 新闻自由的一个 对美国的一个影响吧 甚至于说在最后一场戏 大家看了就知道 那个美国军人要斩首总统的时候 居然是战地记者说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要记住这一刻 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做的还是蛮好玩的 另外就是说 虽然那五千万美元 你不可能从头打到尾 或者说空战来一波 或者说航空母舰对打 或者说坦克互飙 然后核弹互相飞 就是这种特效场面 肯定是在整个片子是看不到的 他其实除了最后一场斩杀总统的决战戏 会有一些枪战动作戏份 但其他之前的都是零零星星的一些小巷战 或者说几个人的一种攻坚战 那大部分时间都是游走在主角之间 对于这场内战的一些发散 还有一些对话 还有一些主角的感想吧 等于是 但是呢 我原本以为就是从头文艺到结尾 不过如果你是以这种心态去看的话 那结尾还是会给你一点小惊喜的 就是说他结尾斩杀总统那一块 我觉得这整个一场戏 你要说从很大片的一个视角来看 他其实镜头调度挺一般的 但是他列其兴起的地方就在于 美国士兵去斩杀美国总统 他要完成这个任务 就很讽刺就蛮好奇的 另外还有是主演的表演 不管是克里斯邓斯特 还有加里斯派尼 他们的演技 他们的表演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演技啊 我说的是演技 好那我要大转折了 我就要聊一下这个影片所谓的不足 或者说缺点吧 好 然后就像前面说的 可能会有不少观众被预告骗 骗进影院 但是结果看到的就是就这 就是没有什么大场面 他其实就是讲述了战地记者 对于这场美国内战的一个心路历程 美国内战他放置了 就是在美国内战的中后阶段 那整个美国内战的一个整个过程 其实是很模糊的 也没有交代清楚 对于角色来说 那这部影片其实没有做到以小见大 你如果不用上帝视角去讲 美国内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对美国人民做了什么反思 对世界有什么影响 这些东西你没有提 但是我也没办法从战地记者的一个视角 去看到整个美国内战 你想要给观众看到一些什么思辨 看到一些什么批判 看到一些什么值得让人深思的地方 你可是A24啊 整体感觉就是战地记者 对于美国内战中后段的一个流水仗 所以对于我来说 你全篇玩的只是一个高概念的设定 吸引观众 哇居然有一部讲述美国内战的一个电影 那里面一定有很多美国人干美国人的一些大场面吧 好那我去看一下 结果没有那没有OK 有一些影迷知道他是A24出品 那可能就会说我先入为主 可能就不会有这种大场面 好那我就是看你这个故事 你这个人物是怎么塑造的 但其实说白了 你以战地记者为视角 但是你战地记者这几个主角 虽然演技还可以 但是角色塑造的话 其实是不太清楚的 我就拿主角克斯丁最后一场戏来说 他从头到尾一直PBSD一录 但是那美军攻破了防线以后 整个人好像又重新站起来开挂一样 他整个一个转变是突然的 是断层的 另外还有就是 克斯丁老记者的死显得有些刻意 我知道影片就是想表达一种传承嘛 就是老记者死了倒下 然后新记者拍老记者倒下一系列的照片 然后坐起来 等于是一个传承 太刻意了 另外最重要的是 你既然是A24 其实全片你没有表达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 这种犀利观点 我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按照当下美国的一个意识形态去选编展 比如说去批判川普啊 或者说是批判拜登啊 不用去选编战 但是你总会要会有映射 但是他这一些东西表达的都并不犀利 其实我看下来 我并不知道 你用这样一个高概念 美国内战的一个概念 你想要现在的观众看到以后 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 产生一个怎样的反思 当然我说这一些 你可能会说 啊就一部电影而已 OK那就一部电影 那你要爽啊 你玩这样子的高概念 那你拍多一点 美国人跟美国人对干啊 但是也没有 人物转变也很突然 所以呢总结一下 A24出品的这一部 美国内战 然后是加兰导演的 我看完以后 内心就出现三个字 就是好可惜 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故事概念的一个设定 结果戏画和编织到电影剧情的时候 你落地到一个战地记者的视角 你并没有因为这样而以小见大 然后你要说斩杀美国总统嘛 虽然还挺猎奇的 但是在整个好莱坞电影的一个长河中 美国总统死的还算少吗 你要说真的很有猎奇感 其实也还好 所以总体来看呢 我对美国内战这一部电影呢 失望略大于喜欢 就是好可惜 没有让我觉得这是2024年 非看不可的一部 A24必数精品的一部电影 好那这只是我自己 非常个人主观的一个观影感受啊 就纯瞎聊啊 想着什么聊什么 所以也聊得不好 那请大家多多包涵 然后接下来还有更多新的视频解析 等着大家 那我是大葱 那喜欢的还请多多点赞支持 谢谢了 那我是大葱 下期视频 我们不接不散 下期视频